互联技术应用在生活中轮廓越来越清楚 像是电影《钢铁人》主角 可以在半空中操控电脑荧幕 这样的超酷炫装置已经实际的发生了 手指朝着空中一拉 虚拟机车的油箱变高又加大 和远方的电脑 可以在空中看见对方的其实影像 这不是科幻电影 而是微软最新的穿戴装置 我介绍你 Microsoft HoloLens 穿戴装置Hololens 把虚拟实镜投影在真实世界当中 更酷的是还可以看虚拟影像直接互动 包括放大 缩小 移动物体 实测记者直呼 仿佛重温了2007年iPhone刚发表的机动 你能看起来 没有脚 全部反映到你的头部的动作 像是真实的 它显然看起来像电影 不像是真实的 但它是挺有趣的 头戴眼镜的锋芒 甚至盖过了同场发表的微软Windows 10 在科技大厂推迫助澜之下 穿戴装置已经从去年的萌芽旗 一直跨入主流市场 演出第一场科技大秀CES 就说明了这个趋势 在我手上呢 这是一支有彩色荧幕的电子的智慧手表 它和一般的智慧手表一样 也是主打这种运动健康照护功能 这次的CES戴展当中呢 这种穿戴装置就像是午后春笋一样 让人目不暇急 这支智慧手机呢 它们几乎都要再带一支智慧手表 来发表采购新潮哦 所以这个是中国厂商阿尔卡德的智慧手表 我们来带着它跑一场卡德的软 OK 搭配体感互动 由智慧手机当作整合平台 任何日常用品 包括了手表 电视 家电 全都能连上线 整合到一个大网络当中 相互串联更加智慧化 这样的万物联网的物联网愿景 是各家科技大厂的共识 Samsung就在CES上宣称 五年之后所贩卖的商品 百分之百都是物联网商品 而目前旗下的智慧商品 已经延伸到了洗衣机 和烤箱的身上 Curi is the next generation in computing This module contains a Quark SOC Bluetooth Low Energy Radio Sensors It's power efficient 因应终端市场蓬勃发展 上游晶片厂商 更是抓紧了大需求时代 英特尔发表小如纽扣的Curi晶片 可以应用在各种穿戴装置上头 而点名物联网的供应链 包括了品牌代工和组装 半导体与显示器 以及零组件等四大类别 智慧生活的基础架设 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阶段的 那随着这种行动装置的普及 智慧生活相关的应用 会呈现爆炸性的这种发展 分析师认为物联网的产业营运模式 重心已经由硬体转为软体服务 尽管台湾有完整的产业供应链 但外资估计在2020年 台湾预估只能吃下 全程物联网市场10%的获利 原低于PC产业周期的14% 以及智慧型手机产业周期的17% 建议政府应该要大规模的 鼓励新创事业 才能突破低毛利代工的旧思维 记者杨志杰 苏伟明 综合报道